是尊教学 确确实实 是希望一切众生 同生极乐 这大圆满 八万四千法门 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 那个成就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一生做不到的 连个小尘虚头阿罗汉 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 人间寿命短 天上寿命长 逃离天 不算很高的地位 欲界第二层天 逃离天人 寿命一千岁 不是我们人间一千岁 逃离天地一天 是人间一百年 我们有时差 中国说 有五千年历史文化 再逃离天就是五十天 还不到两个月 那我们就能够知道 笑沉四苦 每一上神一切 欲界天 也随着升高一切 天上寿命 到了 到人间来 人间寿命到辽 到天上去 七次往返 你就晓得多长的时间 跟极乐世界 不能比 极乐世界是当生成就的佛法 你好不容易遇到啊 你遇到太幸运了 多少菩萨了 深温约觉 想求这个法门 求不到啊 我们是不想求碰到了啊 那问题呢 是碰到了不认识 所以多少人遇到了 当面错苦 这真可惜 这个法门遇到 确实就单于 你中了 宇宙间地业特强 那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但人生 闻佛法 闻到大臣 又闻到尽宗法门 这真不可思议 所以 不会众生 真舍致已 让你在这一生当中 往生极乐世界 借座阿威 越知菩萨 保证一生 正得究竟圆满 妙就如来啊 古曰修菩萨行 如是修行 自然具足 一切佛果知 功德根本 功德根本 就是这一句佛号啊 念这一句佛号啊 就是在修功德根本 居足大本 如会苏语 菩萨六度 一切功德之本 顾民得本 这是大臣 如会苏语 以菩萨六度 一切功德之本 顾民得本 二呢 徐印则 摄取国号 能留出六度万痕 为重的本源 黄念苏拉教师 在《卦佛里》的注解 此乃以持佛号为大本 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等于一切菩萨了 六度其修啊 你这一句佛号 把他们菩萨功德 全都包括在几种 古号 参考资料的图 有一段 不长 佛名 成正觉后之佛名 叫国号 那国是臣佛 臣佛之后 用的什么名字 是为于因为 即功德之结果 名号 古月 古 叫国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成佛了 古号就叫做阿弥陀佛 这个地方所说的是阿弥陀佛 专指阿弥陀佛 后面说 弥陀金 袁赵法师的书 他说 万恨 袁修 最甚 独推 与 国号 这个国号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你也劳在此地 也是 此内 以 持福 好 为 得本 这句话说得好 交代的 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菩萨 执重得本 多困难 反过来看 念佛人 重得本 太容易了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 一些寺庙到场 偶尔我们会见到几个 念佛人 老人 一般人 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 这些人除了念佛之外 他什么也不会 随时 随时随处 见到人 都欢喜 都对你笑眉眉的 口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你跟他 你跟他讲什么话 他回答你的 全是阿弥陀佛 那个话也不知道 他听懂 没听懂 但是他的态度 非常慈悲 可离一句阿弥陀佛 这种人 可不能轻视 这夜生佛号 是多大的 得本 他在那里 种得本 他在那里 做给你看 你有没有看出来 真正看出来了 要对这个老人 顶礼膜拜 寺庙里头 有几个这样的人 这个寺庙又得了 这个寺庙又佛了 那些念佛的人 是真佛 大殿里供养的那些 泥塑木雕的佛 不是真佛 真佛在外面 等到这些人往生了 大家才受一点感动 这个人往生了 日知时知 欢欢喜喜 没有生病 欢欢喜喜 离开人间 往生入一乡西游 三转发轮 他们是在那个地方 叫做正转 他给我们做证明 证明念佛王 生是真的 不是假的 告诉我们 怎样才叫修净土 才叫念佛人 像他那个样子 真正念佛人 讲经教训 是搞宣传的 他们是真干的 哪一种最重要呢 他们那一种最重要 没有他们那一种 讲经说法 统统会落空 为什么 没有人成就 他也不会讲经 也不会说法 甚至天天自都不认识 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 一天都晚不休息 真念佛人 真念佛人 真的是经文里面说的 居足的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